财经世界连接您我 欢迎回来 我们说在经历了数次的被上市之后 蚂蚁集团IPO的传言是终于成真了 7月20号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宣布 启动在内地推创板和港交所 寻求同步发行上市的计划 据媒体报道 蚂蚁集团寻求IPO估值至少2000亿美元 在内地的新经纪公司里面 这个体量是高于了美团和京东 仅次于阿里巴巴和腾讯两个超级巨头 尚且没有公布具体的上市时间 但是蚂蚁集团官宣上市的消息 已经足够地让这个市场感到震动 上交所和港交所都对蚂蚁集团的动作 给出了积极回应 这些反应不难理解 蚂蚁集团加入意味着 内地科创板将在中兴国际 韩武技之后再度迎来超级独角兽 而聚集了诸多新经纪公司的港交所 则越来越有东方纳斯达克的意味了 那么除了交易所两地投资者 也是为迎新的优质标点 而感到非常的兴奋 而蚂蚁集团总部 即将会有财务自由的人批量出现了 明星企业从来不缺IPO的传闻 尤其是到了蚂蚁集团这种级别 今年6月的时候 其实蚂蚁集团将公司名称 就将由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更名为了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当时就有分析说 蚂蚁集团之所以要把金融换成科技 一方面是为了符合这个监管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在为IPO做准备 不到半个月又有媒体援引 之前人士消息说 蚂蚁集团一直在寻求 同时在香港和内地交易所上市 蚂蚁集团更倾向于 首先在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上市 对此蚂蚁集团以一句 消息不实予以否认 今年1月14号腾讯的一线 发出了独家报道表示 蚂蚁集团将在AH两地上市 中金以及瑞信 实际为蚂蚁集团提供上市前期的服务 已有一段时间了 并且也是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了 那么对此当时的蚂蚁集团 在其官方微博就转发了这条新闻 并且是辟谣称 每次都有热心的朋友帮我们做计划 但是这个真没有 那么和上述的这些传言类似 这些年来关于蚂蚁集团上市的情况的说法 是实有传出 如果要是追溯起来的话 2016年其实就有了港媒报道 就说蚂蚁金服正筹备着赴港上市 对于所有的传言蚂蚁方面 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否认态度 但是也没有拒绝上市动作本身 蚂蚁集团董事长曾经表示 蚂蚁会在合适的时间上市 但上市本身不是终极目标 如今靴子落地了 而蚂蚁集团的官宣时机 和A加H的上市选择 就变得相当值得玩味 这也是结合了内地科创版 和港股近来发展状况来看的 尽管这个只有开版一周年 但是这个内地的科创版 已经是迎来了超过130家科创企业 其中是步伐像中兴国际 韩武际这样一些 备受瞩目的明星企业 那么京东树科 也正式要赴科创版来上市 国际行政率可谓是予予之增 而在2018年改革上市制度之后 港交所吸引来了小米 美团等等这些新经济公司 并且是迎来了阿里巴巴 网易 京东等知名中概股 回港二次上市 科技含量是大大提升 以前内地科技企业 之所以要远赴纳斯达克 既有上市制度的原因 也有资本吸引力的考虑 但如今各项的阻碍 和顾虑逐渐消散 加上近期的市场热潮 在新的资本环境之下 A加H的优势足以抵消 纳斯达克以往的吸引力了 选择离加更近的交易所上市 那蚂蚁集团不仅能够获得 充足的流动性和资金程度 还能够享受更高的市值和市盈率 此外的A加H结构 也是蚂蚁集团在北水南水泳动中 提供了更高的 扛风险的能力 那么对于这个内地的科创版 和港交所来说 这个蚂蚁集团是新经济领域 不可多得的优质标的 它的一个加入将会带来 显著的示范效应 而两地投资者 也将会有更加便利的渠道 来分享蚂蚁集团成长的红利 一言以蔽之 基于这个显而易见的共赢逻辑 蚂蚁集团同时牵手两地交易所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而蚂蚁集团本身的成长经历 和这一次的这个资本事件 同样波乱状况的故事 蚂蚁集团的业务是国民级的 即使再不了解互联网金融的人 也会认识蚂蚁集团的 拳头产品是什么 就是支付宝 我在地铁里刚刚看到这个广告 机箱物还挺可爱的 对 支付宝的雏形是为了解决 淘宝网交易信任的问题开始的 而推出的这个担保交易 那么在马云的高管等重视之下 支付宝于2004年 从淘宝网就分出来 并通过浙江支付宝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独立运营 那么在之后的几年当中 支付宝是切入了网游 机票 B2C等外部市场 以及水电煤等公共事业性缴费业户 逐步也是确立下了 它电子支付市场的龙头地位 并将业户延伸至了 更加广阔的金融服务领域 2012年5月 支付宝或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 开始对接基金公司 那么在次年的6月 约网市正式上线 由于几乎没有购买门槛 当时货币基金收益也非常的可观 7日年化收益率是一路在走高 在2014年1月的时候 是甚至达到了6.763%的一个高点 在逐渐深入金融服务领域之后 2014年10月起步于支付宝的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正式成立 并且持续地深耕金融和科技领域 布局消费金融 征信体系 以及保险产品 还有AI 区块链等等前沿技术 发展到今天起价的产品 支付宝已经成长为 拥有11亿用户的超级APP了 并在支付领域占得 超过50%的市场份额 蚂蚁集团形成了包含支付 理财 微带 保险 信用 技术输出等 六大业务板块的超级独角兽 发展金融和科技的同时 蚂蚁集团的一个融资历程 也是在持续地进行当中 在股权结构上 马云持有蚂蚁集团 约8.8%的股份 并拥有50%的表决权 而福布斯全球实时富豪榜 7月20号的数据显示 马云的身家为415亿美元 随着蚂蚁集团上市 马云的身家有望继续上涨 除了这个体量大 蚂蚁集团盈利能力 也同样引人注目 早在完成B轮融资时 蚂蚁集团就已经是 有三年盈利 符合了A股的主板上市条件 这其实在新积极公司里面 是并不多见的 根据阿里巴巴 最新的财报 在截至到2020年3月31日指 12个月期间的数字金融服务 贡献了蚂蚁集团 总收入50%以上 该项业务主要包括了 理财 微带和保险三个类别 不过呢 随着蚂蚁集团的更名和上市 科技将在其收入结构中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了 6月蚂蚁集团的CEO 在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表示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 预计未来5年 蚂蚁收入80% 都会来源于技术服务的 尽管是拥有令人羡慕的 体量和吸睛能力 但是蚂蚁集团也有不少的烦恼 之所以要在上市之前 选择改名 并表态发力技术服务 这个蚂蚁集团 金融业务所面临的监管风险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不仅是这个蚂蚁集团 包括百度 京东等 一些互联网巨头 都是在淡化金融 强调科技输出 此前也有传闻说 这个蚂蚁集团计划 成立新的子公司 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的牌照 实现金融归金融 科技归科技 而在集团层面 蚂蚁集团肩负着 深化交叉策略的重任 对外要抵御美团等对手的入侵 而随着上市进程的推进 蚂蚁集团在监管层 对手和客户等各方眼里 也会愈来愈发显眼 各项的业务动作 也会更加透明 可预见的是 这头大象 接下来的每一步 都将深深地震动着 自身的发展 还有行业的未来 折服了许久之后 随着上市计划的落定 蚂蚁集团这一只 由PC和移动互联网 孕育出的超级独角兽 也终于走出了水面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一时段的 《三千世界》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